我自己是練習 然後三日上課 其實就做這麼多按鈕 有沒有 其實這個是下載 用Crate Table 然後這邊是 這個三個一組 這三個一組 今天主要是這三個 最後的話就是做一個防呆 防呆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兩個方法 方法一 方法二 那你其實看 你比較 你的那個工作流程是比較 想要用哪一個 你就用哪一個 有沒有 方法一 方法二在這裡 它當然方法一比較簡單 OK 所以我們假設 用方法一 你就會把它Ctrl C 然後直接把它Ctrl V貼上 這樣就有了 有沒有 如果假設你要 例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這邊其實也有 要把它防呆一下 所以以後你剛才把它 拿來當範本 那改的話 直接改這個名稱就可以了 例年切 名稱這邊一樣 例年切到折線圖 這樣就保險了 不然的話本來沒加這個 它會有BUG 現在的話理論上應該就沒有BUG OK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邊按一下 它基本上不會動 有沒有 OK 那這個也是一樣 就保險了 除非說你要把它刪掉 尤其你手動刪一下 它才會跑 這樣的話基本上就確保 它不會有BUG 那最後好像同學有問了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資料 當然其他還有一些細節 可以再討論 那比如說這個資料範圍的部分 假設像插入樞紐分析表的時候 其實資料來源 它這邊有一個固定的範圍 就是工作表1 指的是這個工作 有沒有 這個是 輸入表裡面的這個 那個什麼 PiVet Cache 那這邊的話有一個是Source Data 資料來源 有沒有 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裡面的 這個R1C1 指的是什麼 A1對不對 R是指的是列 C指的是藍 那這個就A1 可是你說 這個很難懂 那R3什麼 3704 然後C6 C6 6是什麼 6是 6的話應該是 ABCD 應該是F 所以這個應該是F F藍在這裡 所以你說 假設 我希望把這邊改成 我比較能夠理解 比較好理解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把 這個改寫一下 改寫的方式的話 如果你要改 改的話 我把它寫到哪裡 剛才把這個 把它 把它直接先複製到這邊上面好了 拿這個來改 所以這個是原來對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改成 你比較可以好理解的寫法的話 其實是可以寫成這樣子 就是用敘詞 如果工作表的話是敘詞物件 敘詞 然後刮弧 裡面的話就是雙引號 這邊放一個工作表1 工作表1這個名稱 放在這個序詞 那指的就是工作表1的 有沒有 的這個工作表 只是把它轉換成VBA的物件 就是這個物件 那你說後面的這個怎麼寫呢 後面的話就點Range Range Range部分的話呢 那你就把它寫成什麼 A1 冒號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什麼 應該是F C6的話應該是F 所以F 3704 然後後雙引號 後瓜弧一下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以後寫這樣 它一樣就可以Range 所以 如果你假設要改的話 可以改這樣 這邊也一樣一個註解 所以這個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只是同學 第二個問題說 那如果將來這個藍應該比較不會變 因為固定好像基本上藍數都是固定的 比較不會變藍 但是會變的就是這個列數 那你說老師 這個列數怎麼辦 很簡單嘛 前面好像我們教過 在哪個地方 好像在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在那個 我們這個地方 插入藍的時候 我們不是講過有沒有 這邊有多一個R對不對 R的話就向下追蹤嘛 這個追蹤到的結果就是 游標放A1 Ctrl向下 有沒有 這邊不就3704 那把這個3704的值拿回來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從插入藍這邊 如果假設你忘記 你可以從這邊複製 然後切到剛剛的那個地方 這個3704 那我怎麼取出來 很簡單嘛 你就在這個上方 多一個變數 就是我當要取得這個列數的時候 我在它的上面先追蹤 得到它的應該有的列數 然後把這個R怎麼樣 放到這個3704的位置 就OK了 還記得 因為剛好它3704右邊 就是雙影號 就是最右邊的 所以你只要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Delete掉之後 加一個M的R 串在它的右邊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M的前後 一定要加空白 好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以後 假設你資料更新 它一樣會跟著改變 不會說是固定的 只是說這樣好像有點 有點比較複雜一點 OK 剛好同學問到 但是我想問一下 它這裡已經新增工作表了 然後這個R 它是去抓哪一個 哪一個工作表的 它一定是抓這個工作表 前面的工作表 可是它的R在它上面 它已經先抓列數了 這裡才是那個 所以它還是會去抓工作表一 因為它在這裡 對對對 你這個這個很 對對對 應該是這邊也要加一個序子 這邊也要加一個 這邊也要加一個 我這邊也要跟它講說 哪一個工作 哪一個工作表的A1 因為不過理論上 對對 這邊應該已經切過去了 對 所以記得這邊一定要 假設跨工作表的話 那你一定要跟它講 是哪一個工作表 否則它會抓錯了 所以這邊特別 對你這邊非常非常細心 變成說要多一個哪一個工作表 因為它是切到這邊來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是A1 你Ctrl向下應該就變成3 那不對了 所以如果你假設加了這個 它就知道說 是這個工作表的RANGE A1向下追蹤 所以你把它放過來的話 應該就OK 對 你這個非常非常細心 我剛剛擦漏掉 這樣的話就可以抓到正確 OK 那因為這個部分其實很重要 但是我是怕說開太多了 會怕講 所以這個部分請各位就是 僅供參考 如果你假設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可以再把它補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那個練習 我想基本上就是請大家回去 把今天的這個區的部分 看再找時間把它再加上去 然後最好是說回去可以把它當個作業 或者是說我們最後期末再交作業 好了 反正就是也不要特別有壓力 大家也不要完全沒壓力 不然回去的話就整個放空了 下一次來 因為人是有惰性的 我相信 所以你還是要自我要求一下 當然最好如果好的方法 就是說你再找別的資料 再練習看看